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看到咬舌自禁的桥段 可是人真的可以通过咬舌头来自禁吗 实则不然 首先舌头上的神经末梢非常丰富 在考虑人的自然反应 舌头往往是咬不掉的 当然并不排除应受外力原因导致将舌头咬断的可能 那这种情况下人就一定会死吗 其实也不见得 舌头能被牙齿咬到的部分 大多是毛细血管 出血量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这点血没有及时处理掉 是可能出现呛血而导致窒息 把人活生生的憋死 除了失血过多之外 剧烈的疼痛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简而言之 就是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之后 只要及时就医处理 是可以把舌头接上的 但是如果时间拖得久了 即使不死 以后说话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在皇帝的众多妻子里 只有正妻才被称为皇后 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可能有人会从字面上分析 说是在皇帝身后的女人 就叫皇后 听着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反过来再想 皇帝前面的那些太监 文武大臣 怎么不叫皇前呢 所以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 其实后 是指在上古时期的母系社会里的 法号施令的君主 他们都是具有威仪的女性长辈 后来随着父系社会的兴起 后逐渐的成了君主的称号 比如下雨的儿子起 就被称为下后起 还有传说的后裔 也是如此 这个后裔当然不是射掉九个太阳的那个神话人物 而是当时的一个部罗首领 具体我们在歪歌社团中国未解之谜系列中 有详细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来说后这个称号 到了商朝之后 商朝君主才正式规定君主的正妻为王后 后来秦王嬴政自封始皇帝之后 王后也就对应的变成了皇后 我们平时经常遇到的宋体字 是南宋时期官方的通用字体 它的发明者正是南宋的奸相秦桧 后来因为秦桧的名声太丑了 然后人们觉得如果叫秦体是对文化的一种侮辱 因为他是宋朝人 所以干脆就给这种字体取了宋体这个名字 明朝的万历皇帝曾经连续28年不上朝 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皇帝史上的记录 但是这段期间 大明王朝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战争 全都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人们在京城某个仓库里面 意外的发现了一批封存了200多年的火器 其中有的竟然比当时英军的设备还要先进 原来这些都是明朝制造的 明朝对西洋火器很有研究 而在清军入关后 认为打仗就要骑马射箭 西洋的火器都是一些奇形技巧的玩意儿 不值得依赖 这才都把他们封锁了起来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太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